2023年7月份 为期20天的印尼雅加达商务行结束 分享下在雅加达所感所想 1.拥堵 摩托车遍布大街小巷 这是来雅加达的第一印象 当地汽车便宜 据当地人称雅加达人平均每个家庭 1到3辆汽车 即便如此路上随处可见更多的是摩托车 在路上 汽车是被摩托车包围的 可想而知当地摩托车大军有多么疯狂随随便便 出行一趟打车就得半个多小时 我们不是在客户那里 就是堵在去客户的路上 而且下雨后更堵 有一客户从北雅加达到BSD参展 4点钟出发的8点钟才到 真的崩溃 当地还有一个奇观 你拐弯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些人在拐弯处 帮你拦着对面执行的车辆让你拐过来 然后拐过来的司机给他一点小费 没有固定的金额要求 全凭心意 但是有一神奇的景观 这么多摩托车和汽车同时在马路上跑 我们二十多天没见过一起交通事故 相较于国内 动不动就交通事故 经常怒怒超车寡蹭 对骂 在这边竟然一起交通事故 没看到 我总结几个原因 一 到处都是摩托车 大家跑不快 二 堵车大家都习惯了 没有那么浮躁 三 大家容忍度高 稍微一点寡蹭 对他们来说 看的没有那么重 这是在当地的一个央企的中国人分享的 四 女司机少 哈哈哈哈 二 出境时 海关官员高高在上 将一个中国工人的护照扔在地上 狠狠地大声喊了句 No money 去印尼的时候 我和老王就想好了 如果有海关要黑钱 我们就绝对死磕 不给他们灌这些臭毛病 好在一路顺畅 提前办理的 与伯瓦很快入境了 在雅加达第二这个州 偶然在酒店遇到一个青岛人 大家拼了一个桌边吃早餐边聊 他说他入境的时候遭到了黑海关 怎么回事呢 他的航班是最后一个航班了 估计留给了海关足够的时间找查 海关那边已经过了 给贴纸了 印尼海关入关的贴纸真是简陋 然后过一遍安解 有人过来查问行程 竟然说他来印尼十天时间 为什么指定了五天的酒店 让出事后面五天酒店的和住宿信息 但是他并没有 因为往往后面住宿 可能因为拜访的客户情况需要随机调整 相应的酒店可能会调整 像我们出差二十天实际上一共住了四个酒店 然后他就被勒索了 而且飞期八个小时太累了 真的不想折腾了 给了一百块钱人民币入了境 老王说如果是他 那就立马订一个酒店行了 就是不给他钱 而且订上之后后面再免费取消就行 然后在出境的时候 我和老王说这下没人收钱了吧 结果印尼行的最后一天让我们看到了此生都会难忘的一个画面 印尼海关官员高高在上 将一个中国工人的护照扔在地上 狠狠地大声说了句 No money 我们早上七点的飞机凌晨四点起坐酒店的大巴车去机场 大约四点半到了机场 结果回中国的那一个航班满满的中国工人 印尼因为其丰富的矿业资源这几年几乎成了中国的淘金热点 主要集中在大小K岛 最开始是以青山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 在这里淘金赚了钱 据说现在每天赚一个亿 后来一批又一批的国企央企入住入股整合 那天我们在出境的四个窗口排队前面一堆中国人 就不断看到前面有很多中国工人被拒绝出境 这些悖剧的人嘴里骂骂咧咧的重新走到队伍的最后 边打电话边说着什么 我和老王不明所以很气愤 我们就说如果等到我们的话不让出境收黑钱 一定要和他强硬 站在那一分钱都不给 这时后面一个人问我们有没有钱 微信转给我们 聊着聊着说他们这些人都是河南XX见的 他们工作签半年 刚过期了四五天老板没给续签 就给这帮中国工人订机票 称他们在护照里夹带五十 一百块钱就能出境 我们两个瞬间明白了为什么前面那么多中国人被拒签了 快到我们的时候 突然看到旁边一个队在那吆喝 一个海关官员和中国工人起了冲突 海关官员高高在上将一个中国工人的护照扔在地上 狠狠地大声喊了句 No money 后面有人拍照拍视频 被那个官员看到了 让他把手机拿过来 把照片视频删掉 到我了轻松过了出来后 偷偷拍了一张照片 关于那个官员和疑惑的中国工人和后面排队的中国人 深深感慨我被不努力啊 有的时候不是别人饿 是我们的不守规则的行为导致或者促使了他人的饿 如果你签证过期了 对不起 我想在大多数国家不是说你塞点钱就可以过的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然后那个被训的中国人给护照里面塞了一百块钱 也过了关口 哎 往小了说 除了旅游外 大家出来呢 就是为了赚钱 往大了说 你在国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你这个国家的素质 在这个越来越卷的时代里 很多都在为力试图用尽 可能少的成本去获得最大的利润 偷工减料 不守规则 投机取巧 层出不穷 为了拿下一个标的 自己人卷自己人不得不低价中标 中了甲方的圈套 当中标价等于甚至是高于成本价时 那么还想获取利润的唯一方式就是偷工减料 偷奸耍华 当金钱至上的观点越来越大行其道 没有真善美的宗教信仰约束 没有敬畏之心会不断拉低一个人的道德水准 直到触碰到法律的警戒线 等到这个时候 则会有专业的部门和人员出面管束 当这些海关官员知道越来越多的甜透的时候 他们以后会见到一个中国人就心里痒痒 就想着收钱 就像是入境的那个合法的青岛人一样 因为我被不守规则 犯错误有把柄在他们手上 如果没有的话 他们就会找事 因为我被Week 不想惹麻烦 真TMD的 我想这些海关官员估计能有个账簿 每天记录从中国这帮人手里赚了多少钱 大家怎么分 每天都在上演 不断重复 每天十几个航班到印尼 这种事情不只是在印尼发生 在马来西亚 还有很多非洲国家等等 每天都在重复上演 四 语言很重要 但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入住第一晚 差不多凌晨一点到的酒店 我在办理入住 遇到几个中国人 其中一个中国人 年轻人看起来也是90后 要给他的另外两个朋友定一间房 前台说啥 他也听不懂 找翻译软件沟通很低效 然后我这边办理完了 他过来让我帮忙办理完之后 那个中国小哥问了我一句 这个前台说的是英语还是当地话 其实那个前台英语说的挺标准的 然后 惊讶的是 在第三天的展会上 我竟然发现这几个年轻的中国人 就在我们隔壁的摊位上 太牛了吧 这帮中国人 一共四个人只会一点简单的 英语竟然赶来印尼参加展会 结果后来没想到他们找了当地的华人二代还是三代的一个小姑娘 说印尼语 英语 中文也很好 最后 他们可能是我们那一排展商中流量最大的摊位 展会第三天 他们一直吆喝着要出去吃席 结果第二天真不在了 展会上一个人没有 真的是任性 这操作也太骚了 不过十一点多 他的展会来了两个女高中生 过来给他们发产品单页 后来下午这四个人和最开始的华人小姑娘回来了 才知道他们不是真的去吃席了 相反 因为展会效果一般 他们主动让那个女翻译带他们去当地的建材市场考察去了 找朋友招了两个当地的小姑娘在展位上发传单 其实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高校利用时间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人这么年轻可以是老板的原因 应该是老板不可能是不会说英文的业务员参加展会 语言只是个工具 真正重要的还是思维 另外就是印尼这样的国家 大多数人不会说英文 所以即便你说英文别人也听不懂 这也是我下面的一个重要感触 五当地人不说英文真的很痛苦 一定要做好攻略 尤其是吃饭 衣食住行 除了酒店 基本前台英文还可以 然后其他全凭天意最难的就是吃饭了 我们订的酒店旁边都没有好吃的 然后看Google Map又不准 有的时候显示有一个饭店是五颗星 去了之后发现那个位置都不是个饭店 当地吃饭真的让我崩溃 都是咖喱 当地的咖喱难吃 米难吃 印度的咖喱看起来脏脏的 但是我是真的挺喜欢印度餐的 是美味的 但是印尼真的是美食荒漠 老王爱吃鱼 所以基本吃饭有鱼的话会点鱼多 但是真的难吃 我们两个人有次吃了三百块人民币 但是真的感觉快要吐出来了 离谱的是 当地的肯德基KFC 汉堡卖的不多 常规搭配都是配米饭 你能想象吗 吃个肯德基炸鸡加米饭团用手抓 而且当地的米真的难吃 有一次我们逛当地一个大商场找了半个小时没有好吃的 最后决定吃了一个当地的类似肯德基麦当劳的店是个当地的连锁 跟他说了一大顿 大家互相听不懂 就是比划 稀里糊涂的点 炸鸡也难吃 米饭更不用说 我就看着旁边捉一对小情侣 那个男的啃着他的炸鸡 再舔舔手指头 然后抓一口米饭 吃得那个香 后来有一餐 我们在当地大商场吃了一顿麦当劳 好吃的我快哭了 肯德基在海外往往本土化更重一些 但是麦当劳可能全球都一个味道 我才真正明白这些企业在全球各地能开餐厅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就是看似简单的糖水 面包和鸡肉就可以全球化 中国这么多好吃的餐厅未来应该大有可为才是 总而言之 入住酒店 一定要提前看附近好吃的餐馆或者是大商场 在雅加达 看到了不少的蜜雪冰城 非常开心 吃了两顿好吃的当地餐 一个是在千岛群岛吃的海鲜餐 小石斑鱼一般 鱿鱼和炸香蕉好吃 另一个是吃了一餐当地的烧烤套餐 在一个小餐馆 羊肉 还有茶 应该是红茶 里面放糖 可加柠檬 真的好吃 还有一份羊肉汤 很鲜 另外 当地人能吃辣 他们吃的小辣椒是鲜辣椒 不像我们吃干辣椒 那个辣椒我咬一口眼泪快掉下来 估计四川人去了也直呼受不了 六 关于文化和地缘政治 印尼一直是一个低调的大国家 无论从面积还是人口或者经济 看印尼历史被荷兰人殖民统治了四百多年 我们在独立广场里面的历史博物馆看到了都是他们与荷兰殖民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 看到他们不断被侵略 又不断站起来反抗 不断被镇压 领袖被俘虏等 其实作为亚洲国家是深有同感的 大家都有被侵略的历史 才明白当年的万龙会议是多么的重要 亚非人民站起来是经历了一段多么艰辛而又漫长的历史 二战期间小日子侵略亚洲各国 包括占领印尼 但其实对他们国家现在这么大的版图做出了重大贡献 搞得他们在博物馆里的描述对日本没有什么仇恨 反而还洗小日子帮助他们一起反抗荷兰的侵略 却对我们认为重要的正和下西洋在里面轻描淡写 而且在下西洋之前 他们博物馆里说当地人训练海军 有效阻止了中国人的侵略 然后当地吃方便面很多 可能也是小日子带来的影响力 反而我没有感受到荷兰人在当地留到现在多大的影响力 只是说看到了北亚加达的一些荷兰人的建筑的确漂亮 小日子在这边影响力超越了任何其他国家 譬如满大街的日本汽车 日本建筑公司 大商场里的日本餐厅 他们的影响力要远超中国 最开始以为美国在这里的影响力一般 没有美国汽车 也没听说什么大企业在这里 直到一直在听到梅梅的歌 在商场里 出租车里 我才感受到文化软实力的输出 潜移默化杀伤力才是最大的 可口可乐 肯德基 麦当劳 必胜客 星巴克在这个首都随处可见 搜索用Google 聊天用WhatsApp 这不全都是美国的企业吗 而这些几乎覆盖全球大多数国家 中国距离这样的影响力 远远不止30年 7.开放的穆斯林国家 颠覆了我对穆斯林国家的认知 据称印尼88%的人口是穆斯林 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像中东那样的女的浑身 只剩下两双大眼睛能被人看到 这边的穆斯林完全投金大袍子的 女的比较少 男的大袍子没有 男的一般正式的就是当地的巴蒂山 不过这边这么热 确实穿短裤的很少 我周末穿短裤在街上算是比较少见的 不过这个也无所谓 我在迪拜这类的中东国家的街头 也是穿短裤没问题的 穆斯林是可以娶四个老婆的 而且大多数女性不工作的 这里是亚洲国家的穆斯林 他们卷的程度也有着亚洲人的身影 女的和男的工作一样辛苦 我有一客户女的穿着袍子 她在日起工作 就说每天加班啊 天天看不见孩子 早上出门孩子还没醒 晚上回来孩子都睡了 后来她给我发消息 是她前一段时间太累生病了 休假了几天 穆斯林不吃猪肉 这里有很多店也有猪肉 穆斯林不喝酒 我们有一个穆斯林客户和我们一起喝 酒店里面卖酒的柜台 超市里随处可见买酒的地方 当地人多数和冰碳 度数跟大乌苏似的 然后还有一个展会认识的客户 I 展会后的一天 她约我们晚上一起喝点酒 她找的地 没想她定位的是一家卡拉OK店名作Cherry 进去之后上了二楼 二三十个大兄妹 穿着暴露性感 这个I介绍了她的两个朋友 这三个老头 差不多都五十家了 从雅加达的南 西汇聚到这里 I开车二十公里来的 她一直在请我们喝酒 然后呢 聊着聊着 她问我对哪个女的感兴趣 她挑了一个女的 请她吃了饭 然后告诉我 这里的女的很便宜 可以带走one shot 差不多五百多人民币 我就震惊了 这种事情竟然在这个穆斯林国家这么平平常常嘛 接来下就是这帮人对自己挑的女的挑逗 谈笑 摸来摸去 我和老王不大适应 八点多我们借口还有事情就溜走了 这个Cherry店位于韩国城 据I说类似这样的店在雅加达还有很多 她说还看YouTube 知道他们这边女的和北京的夜店差远了 当然了 我估计这三个当地人可能不是穆斯林 但是这是在穆斯林国家 后来和另外一个客户聊天的澳大利亚人 说有一个酒店叫做1001小时hotel 据称在楼顶有来自很多地区的女人 她们成团供你挑选 有中国的韩国的泰国的本地的等等 然后你可以挑选带回家 第二天早上醒来老王说我晚上说英文了说数字 哈哈 我跟她说估计我在挑几号呢 八 唐人街和当地华人 我们印尼第一晚当地的中国朋友 带我们去了雅加达的新唐人街 佩克吃的毛家菜 佩克整个区域比较现代化 干净整洁 感觉在佩克就像在国内的步行街一样 一样的菜也都是一帮子中国人 中国话放着中国音乐等等 那个区域有观公像菩萨像等等 两周后去了老唐人街 佩克拜访了老街区 脏乱差臭 面孔也都不是中国人的面孔 我在印尼二十天唯一一次有人 跟我乞讨就是在在佩克 一个看起来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躺在地上跟我要钱 那边的金德院香火很旺 据称建于1775年的闽南佛教寺庙 很多当地人前程跪拜上香 除此之外再无中国城的感觉 再往北走有一些中国汉字的商店 在那附近吃了两餐的中国菜 一个是辣妹子 菜品很贵 举例一个拉皮五十多 但是生意太好了 不断地看中国人进进出出 不乏有很多美女出入 还有些人拿着茅台出入 还有一餐吃了小肥羊火锅自助吃撑了 遇见一个老华人之一 某某华人商会的副会长 讲述了他父母一代 坐着步的船从福建过来的印尼 几日几夜九死一生 还有很多人因为见识过了大海的残酷 再也不敢下海和返回国内 想想自己坐轮渡去千岛群岛一个多小时 都差点吐出来 惭愧不已 不过主要还是因为前一天和客户喝了太多的红酒 冒险问了下当时的屠华事件 网传一共有30万华人被屠杀 但是感觉从这老华人还有其他人口中 感觉这段历史都淡化了 但是这个事情对任何一个要去印尼的中国人来说 在心里都是一个芥蒂 感觉有点像中国的数字事件 老外看这些新闻很害怕 会问你 但是很多中国人避而不谈 或者真的不知道 也无所谓了 但是当地华人地位确实不高的 这个G在当地算是比较有声望的华人了 他说有次和当地政府的人聊天 政府的人突然问了一句 他说 哎 真的很奇怪啊 你们这些中国人 我们当年该清算的都清算了 该赶走的都赶走了 但是过了两年之后又源源不断了 说好听点 就是说我们是也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说不好听点 就是说我们是小强 打不死的小强 祖国在一天天强盛 我想类似的屠华事件将不再上演 顺便一提 当地安保做的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去客户办公楼拜访的时候 前台会登记信息 然后会扣你的护照 然后给你一张电梯卡 九 发达的互联网工业 当地的太多的摩托车会让一些中国人误以为这是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中国实际上当地的互联网发达程度是比较让人惊讶的 印尼当地用不了Ober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打车软件 用Grab Goek 非常方便 他们当地也有电子支付 但是我没有体验 因为没有当地的银行卡 极兔快递 货拉拉在当地都有 当地的Shopi和Azada 类似中国的阿里巴巴这样的网上购物平台也有 网购没有体验过 但是听说假货不断 快递时间长 但是我每天用Grab叫车 还用Grab订过餐 然后他派骑手送过来 我还用Grab找了个骑手 把一份中国的礼物从我们酒店快递给客户办公室 所有一切体验感都很好 当地的产业和行业保护意识 很强各行各业包括像建筑行业 还需要当地的percentage 唯一没见到复制品的就是TikTok 微信阿里这些国内的互联网巨头 出海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成功 直到中国出现抖音 有的时候确实需要换一个赛道 降维打击 也经常会看到有人刷着TikTok 然后TikTok一些魔性的声音 老王一直在说这是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是的这个国家是有前途的 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忙的工作 各司其职没有见过什么流离失所的人 大家都很努力的工作 俄乌冲突和新能源产业提升了矿业的价格 加速了矿业的开采 在一定程度上不只是卖石油的中东土豪 印度尼西亚这个坐在矿场上的国家也受益于这场战争 最后我一直有个疑问印尼到处都有流浪猫 为什么没有狗 老王擦了擦额头的汗说道 狗都晒死了 怕热 腹 在千岛群岛一只小猫咪在炎热的中午躺在凉亭下面 睡觉吹着海风 缩影公园的小猫咪 躺在摩托车后座的小猫咪